有民眾PO文表示說 有小朋友到文具行裡面 遇到了陌生男子搭訕 甚至是一度想要帶走小孩 感覺相當的緊張 後來經過了瞭解 這是一場誤會 他那個小孩就要請老闆的時候 被跟我出去一下 小孩叫老闆跟他出去 對 昨日12時25分許 一名小學生 於潮桌鎮嚴平路文具店購買商品時 與該店家老闆交談時引發誤會 原來當時這個店家表示說 小男童到了這個文具行裡面來 馬上就認出了 老闆穿黑衣的男子呢 就是文具行老闆 找他來解釋說 這一個貼紙到底要怎麼購買 後來因為這個老闆在解釋的過程裡面 手是主動的搭上這個小男孩的肩膀 而當時呢 其實小男童的阿公就在外面等候著 發現說怎麼會有陌生男子這樣子 跟孫子這麼的親密 而且呢不斷的跟他聊天 後來就出現了這一篇PO文 提醒其他家長要注意陪同孩子上文具行 結果呢店家秀出了監視器大喊冤 表示說其實只是因為孩子 剛好認識了這個老闆 老闆呢相當親切的說明 中途呢並沒有任何的惡意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